好來 鄉親的新聞一開始來關心 中華官過去 因為電動約到農地工廳 會發派向海偶等金色的費水 為海道周邊的農產 中華官政府他們出席 按這個2003年開始 調查經濟 到了現在20021年 已經達成超過330公斤的經濟民族 當年比立貫的農地 也都高興讓農民來為好經濟 因為當金色誘養比立貫的農地 不可以經濟農職務 為了會好農地計劃 關鍵戶按理工13年開始 調查立貫也來進行經濟 到今年為止 已經有330公斤經濟完成 今年也全部向農地 向農民來競走 那彰化縣總共收入來的部分 大概有330公頃 我上任的時候還有210公頃 還能整治 我在這邊特別要謝謝我的環島說 從105年到110年 總共大力的北彰化線 補助了9億 讓我們環保局 能夠把這些濃度 給解裂 在這邊謝大家掌聲 謝謝我們的環保局 政府副市長創侯地也說 鑽化管理在農地整體 創下途行的全國第一 包括面積是全國最大 而且向違法入職 及最重要也是全國最大 在彰化總共有631公頃 污染的農地爆 其中610公頃已經完成整治 面積是全台灣第一 完成指定的面積是全台灣第一 這個是非常不簡單 全台灣總共大概只有 就1100多公頃的面積完成整治 彰化就漲了6179公頃的人整治 事實上有染農地不想要整治 更加要重新 管政府配合減標單位 嚴格處理維化頭白費水 當時福德業者 也去港業区接種 將整治為 達成農地保護 散業成績的項目標 大專新聞 中山中華 蔡芳報道